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琴越欧深度合作区即将迎来三周年 深合区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主线 强化政策体系支撑 推进规则涵接以及机制对接 持续释放一家一大于二的体制优势 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 深合区之委会于2023年8月 正式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人道基金 助力琴欧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的目的和目标 就是为了推动合作区的产业发展 尤其是总体方案所提到的四大产业 包括科技研发高端制造产业 终于约澳门派工业、文女汇展商务产业 及现代金融产业的四大产业 基金会迫着投入四大产业项目 从而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作用 其实基金的运作模式 主要是透过它作为一个无基金的形式 分别是对于一些合适的子基金 和一些值投项目进行投资 从而带动到产业发展的作用 一个总体方案规定的四大产业 涉及到180多个门内是比较广泛的 我们目前已经投资了七个龙头的产业资金 直投了七个企业 现在已经推送38家企业在本地落地 储备中还有470多家资金 和近几200家产业企业在落地过程中 有信心纪念完成产业照应和企业落地的目标任务 其中不乏一些行业的 此行业的龙头企业 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 我们推动了华风科技 就是全国领先的先进封装的设备公司 照应创新是芯片设计的龙头公司 商汤就是人工智能的龙头企业 在医德领域里我们推动了华人养老 四百健康 一些骆驼企业 文旅里面有开心马花 等这些企业落地 引渡基金通过项目借投 以及子基金招引等方式 推动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落地 此外 深刻规则卫会着力加强引渡基金 与澳门各高校间的联动 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 华丰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全球先进封装高端设备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中金本身成立了一个落地后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在落地当中其实企业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金也帮助了我们很多 包括一些这个办公室 然后还有就是跟澳门大学 城市大学等等合作的这样的一些 就是引荐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这个过程中也帮我们多次协调了 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性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来去进行这个行业性的整合 极视角本身在内地 在视角算法上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企业 我们都作为一个澳门青年的企业也都很多谢环琴引导基金 投资了我们支持了我们在资金上面 也都我们在上市推动上面 和我们在落湖环琴上面也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很希望透过今次的合作 大力地去推展澳门和海外的业务 我们所以会在这里成立一个研发和销售中心 随着基金运作日渐成熟 基金将会有罪感拉动上下游企业 在琴奥两地聚集起来 逐渐在深合区及澳门 打造出成熟及完整的产业集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